乌克兰女星加纳来台发展后 因受到新冠疫情以及战争影响 已经4年没有回到家乡 她和大麻男星祖兄结婚后 于今年8月 听着4个月的运渡和老公一起启程回家 两人搭乘12个小时的飞机抵达花沙后 还要搭18个小时的火车才能抵达乌克兰 不过战争期间很难买到火车票 加纳的妹妹帮忙买到了她的票 但祖兄的票却不停被取消 工作人员一直不让祖兄上车 后来在妹妹的帮助下 才以3000元买到了原价1800的车票 没想抵达乌克兰边境后 祖兄却被告知需要申请签证 导致她被原地遣返 后来加纳决定陪伴老公放弃回家 不让她回波兰时 不只遇上太多恶劣的海关 祖兄还因为外国人身份被骗钱 让加纳忍不住哭了 艰辛的凡家之旅 让观众看了都很心疼